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2题 还是来看一下其他资料 这条题啊 它实际上是2021年曾经考到的一道真题 这条题从难度上来讲呢 并不是很高 主要是这里面有个考点 也是结合着商誉简直测试来进行考核的 然后呢 我们再去计算这个子公司 它净资产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考虑持续计算这个金额 所以它的难点啊 是在后面关于商业简直测试 其他的几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资料 第一 甲公司按照实现净利润的10% 既提法定营运攻击 不既提任意营运攻击 第二 乙公司的各项资产和负债是构成业务的 那也就意味着甲去买乙的过程当中 它是形成企业合并 要执行合并相关准则的 第三 甲公司22年度潮报告 于2023年3月1日经批准对外爆出 那这要题是结合着资产代表日后事项来进行考察的 第四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第一 根据资料一 计算甲公司对乙公司的投资成本 编制甲公司对乙公司投资相关的会计分录 并且让你去计算商业的金额 第二 根据资料一 二 三 编制甲公司2021年度 合并操报表相关的抵消或调整分录 第三 根据资料二 编制甲公司22年度合并槽报表中 与年初未分配利润相关的抵消或调整分录 看好啊 不是全部的 而是单纯与你年初未分配利润相关的 第四 让你根据资料一到资料四 计算甲公司应计题的商业简直准备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实际上单纯去考你商业简直可能并没有很难 但是这要题呢 主要是关于子公司自开始日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价值 可能有些同学不会算 所以就会导致第四问有一定难度 但是啊 它并不影响你整体得分 因为前三个问跟第四个问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五问跟第四问也没有关系 你看第五问 根据资料五 判断甲公司23年1月1日至3月1日发生的 每项交易或事项属于资产代表之后 调整事项还是非调整事项 并说明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也是要用万元来表示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资料 第一 2021年1月1日 甲公司以发行5000万股普通股为对价 从丙公司购买其所持以公司60%的股权 甲去买以60%的股权 当日办理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甲公司所发行股票面值是每股1元 供应价值是每股10元 此外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以公司股权评估相关费用 不是发行啊 所以这150万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要给他记录到当期损益 而不是充减资本攻击 看好提干的要求 2021年1月1日 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65000 其中股本是25000 资本攻击是5000 鱿鱼攻击是26000 未分配利润是9000 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是8000 所以是存在着评估增值的 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是一宗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15000 其他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等于供应价值 该土地使用权尚可使用50年 预计净资值是0 采用直线法摊销 当日甲公司对乙公司董事会经改选 改选后能够控制乙公司 所以此时我们能够确定 本题当中的购买日应该是2021年的1月1号 既然我是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 去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权 所以此时我所确定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以及合并成本 都是要以2021年1月1号购买日 这一天的股价来进行确定 所以我所确定的长投成本 等于合并成本 那就应该是用5000万股 再乘以每股10元 得到的是5万 甲公司购买乙公司之前 乙公司为甲公司的常年客户 除此以外甲乙丙不存在其他关系 那也就意味着本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单纯基于业务上的往来 是不能够构成关联方关系的 所以甲和乙是非同控 所以我们进一步验证了 当时咱们所算的这个合并成本 和长投的成本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要是同控的话 你就得看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复当中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了 对吧 但这个题是非同控 那既然你已经确定出来了合并成本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求出来 它的商育金额呀 因为后面不是让你做减值测试吗 所以你得知道商育究竟是多少呀 商育应该是用合并成本5万 再减掉所享有的被投资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那也就是8万 再乘以持股比例60% 得到的应该是2000万元 商育的价值 接下来看资料2 2021年6月25日 甲公司出售其生产的设备 看好啊 别看到设备就像是固定资产 前面咱们有过类似的表述 这是甲公司自己生产出来的设备 是不是 那此时甲公司在对其进会计处理的时候 是作为存货去处理的 出售给乙公司 那这个方向呢 是顺着你投资方向的 所以它是一项顺流交易 售价是2500万元 成本是2500万元 乙公司作为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并在2021年6月28日 投入使用 预计可使用10年 净残值是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 既提折旧 至年末 销售款项尚未节清 甲公司采用预期性损失法 既提坏账准备是125万元 所以这个题当中 首先你要明确 它是顺流交易 并且呢 是属于存货 到固定资产的交易 而且这项交易当中 带出了债权 债务的抵消 以及相应的坏账的抵消 这是根据资料2 咱们所分析出来的 再来看资料3 2021年度 乙公司实践净利润 6000万元 持有的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上升 确认其他纵益收益 是1000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按购买日 乙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是7万2 其中 股本是25000 资本公积是5000 其他综合收益是1000 盈余公积是26600 未分配利润是14400 第四 2022年度 乙公司实现净利润5000万元 持有的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上升 确认其他综合收益200万 第二年了 是吧 前面说的是第一年 现在说的是第二年 甲公司编制合并槽 报表时 将以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 2021年年末 减值测试时 发现该项资产组 没有减值 21年没减值 但是在22年12月末 甲公司对该资产组 进行减值测试时 其可收回金额是9万2 它的账面价值是77200 那有同学说 你的可收回金额 是高于账面价值的 也没有减值吗 可不一定啊 你得去看一看 它是否包含了商与 而且你这个价值是以公司 站在它个别报表的角度上 所计算出来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我们再去考虑 商与减值 既然它是非同控下所行的商与 那么我们在进行减值测试时 就应该是一个持续计算的 子公司净资产的账面 不能单纯看你个报的啊 因为从最开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账面 6万5吧 但是站在集团角度我认可的是8万 从最开始就不一样 那你后续期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77200所做的调整 是本题当中的难点 假公司应收以公司销售款 尚未结算 那第五 2023年1月1号到3月1号 假公司发生了交易或事项 包括第一1月20日假公司于22年12月 销售的一批产品因质量问题被退回 那资产贷表日后期间 发生报告年度的销售退回 此时我们要把它作为日后的调整事项 对吧 它是能够通过咱们调整事项的那三步了 发生在资产贷表日后期间 对财务报告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同时呢 这个事在资产贷表日就已经存在 所以要作为调整事项 2月22日经批准发行公司债券 8500万 2月28日假公司购买 丁公司80%的股权 并控制丁公司 那么在资产贷表日后期间 无论你是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或者是发生巨额举债 包括处置 或者是合并子公司 这些我们都要作为非调整事项 那调整事项呢 你是需要去调账 并且要考虑对表的调整的 而非调整事项呢 我们直接在付诸当中进行相应的披露就可以了 这是相关的资料啊 咱们已经审完了 这要题它并没有实质性的难度 我说了只有商誉减值那会有点难度 那我们结合着提干 再结合着后面的答案 把一些重点的问题给大家做来强调 首先第一个 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假公司所确认的对乙公司的投资成本 应该是5万万元 因为购买日是2021年的1月1号 你当天的股票的价格是10块钱每股 用你数量再乘以价格得到的投资成本 就是5万 那么在编制相关会计分录的时候 借长头5万 带股本 股本的金额要和你发行的数量是一样的 中间的差额要进入到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那么你在取得股权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股权评估费 你是要把它记录到当期损益的 而不能够去充减资本攻击溢价 这不是和你发行股票相关的费用 那所计算的商誉就应该是用合并成本 再减去所享有的净资产 供应价值的份额 得到的是2000 这没啥难度啊 你会发现这几个题是不是都一样 让你确定合并成本 确定完合并成本之后就让你求商誉 那第二问第二问呢实际上是对 长期股权投资和权益 包括内部交易的一些抵消问题 我们还是逐一来做分析 首先在21年1月1号购买日这一天 存在着相关资产的评估增值 既然是存在着评估增值 我们就需要考虑对评估增值来做相应的调整 就你在做调整抵消分路的时候 你自己脑海当中啊 得有一个顺序 你究竟是先抵交易 还是先抵长头和权益 你自己先把这个顺序大的方向理清楚 然后你再一步一步去理那个细微的 那假定我们现在先抵长头和权益 在抵消长头和权益的时候 我们先要考虑相关的子公司 是否存在着评估增值 本题存在 所以我会借记一个 无形资产 一万五 代方呢 代记一个资本攻击 一万五 然后由于该项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会对子公司的净利润产生影响 所以紧接着我要去考虑 该项无形资产 在核报当中应补提的 摊销金额 那么金额就应该是用一万五 再除以预计使用年限五十年 当年是整年哈 所以调减的是三百 借方 我要借管理费用 三百 代方 代记的是无形资产 三百 这是关于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相应的调整 咱们已经调完了 接下来呢 是后续告诉你了 2021年 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是六千 所以已公司经过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就是六千 再减去一个三百 对吧 二某二一年 他经过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那就是六千减三百 得到的是五千七 用五千七 乘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百分之六十 算完之后 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 是3420 所以再去调 长头的权益法实 应该是借长头 3420 代方 代记投资收益 3420 除此之外 人又告诉你了 子公司实现其他综合收益 是一千 所以我代方还要再代记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 有六百 所以最后你调整的长头 就应该是4020 4020 所以到现在抵消之前 你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报表当中的价值 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个成本 五万了 而是考虑后续调整的这4020之后 抵消前 长头的价值 它是54020 那前面咱们已经一再给大家强调 在做这笔调整的时候 带出一个雷 这个投资收益 所以紧接着我们要把这个投资收益 给它抵掉 借 投资收益 是3420 少数股东损益呢 那应该是用你调整后的净利润 五千七 再乘以少数股东的储物比例 百分之40 算完之后 这个金额是2280 然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购买日那天 它的未分配利润是九千 代方 没有说分股利的事 所以我直接带 提取盈余攻击 当年实现净利润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六千 再乘以百分之十 算完之后是六百 通过道解的形式 我们能够挤出来 年末未分配利润 金额呢 应该是14100 用这个是为了下一步 去抵长头和权益 就咱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终极目标 抵长头和权益 调来调去的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最后 抵长头和权益的时候 借方 我要借子公司的股本 有两万五 资本攻击是五千吗 可不是五千啊 得要考虑相应的评估增值 你是前面确认评估增值 有一万五的 所以这块 有一个资本攻击 应该是两万了 然后呢 其他综合收益 这就是当年他实践的 盈于攻击 这个盈于攻击 人家已经给你的是年末数了 也就意味着 人家已经考虑到了 当年在个报当中提取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数 你直接抄就行了 或者啊 你怎么算 用购买日那一天的 人家给你的 盈于攻击 两万六 然后呢 再加上你当年提的 这六百 这样算也行 两者数是一样的啊 一个是直接用 提干直接给你 直接用 那有些同学说 我怕我用错了 你自己可以再验算一下啊 都行 好盈于攻击 写完了 接着未分配利润 刚算出来 是14100 还有在最初购买日的时候 所确认的商欲 是2000 接着 大一方 我要待计长期股权投资 前面咱们已经调整成想要的样子了 54020 还有在待计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金额就是34680 34680 那如果你自己想算 那就是把上边这一大坨都给加上 然后再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40%都可以啊 但我一直都认为 你把它俩顺序调换一下 它会减轻你的计算压力 这样也能够更高的去保证你的正确率 好 这是关于长头和权益的抵消问题 接着 本题当中呢 还涉及到了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这块大家需要去注意 它既要考虑存货到固定资产的内部交易 还需要去考虑相应的债权和债务的抵消 那我们先来看 从存货到固定资产的这项内部交易 它会产生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金额 首先会有一个500 但是要关注啊 这项固定资产 它是需要去提折旧的 因为你是6月25号发生的交易 固定资产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折旧 从下月开始提折旧 那对你21年的利润是有影响的啊 所以借方 我们首先确认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借营业收入 2500 带营业成本 2000 中间的差额 调的是固定资产 因为交易的类型是从存货到固定资产 有500 除此之外还需要去考虑这项固定资产 它的折旧金额 多少呀 500除以预计使用年限10年 2021年只需要提半年 是不是 所以要乘一个二分之一 算完 应该是25 这25万 在进行相应的确认时 应该是借固定资产 25 带管理费用 25 原因就在于在集团层面上 它认定的这个资产的价值是2000 所以你在个别报复当中 所提的那个折旧的金额是多的 所以我在合报当中是给它转回的啊 转回的 好了 关于内部交易 咱抵完了 接着抵债权和债务 债权债务是2500万 所以我要借记一个应付账款2500 再带应收账款2500 除此以外 各报当中又对这笔债权 记提了125万的减值 所以紧接着我们要把这个减值给它做恢复 借应收 125 带 信用减值损失 125 这是关于2021年与假公司 乙公司相关的交易 以及长投权益的抵消 这回我们来看答案啊 调整评估增值 调完了 与评估增值相关的对损益的影响 咱们也确定完了 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相关的 接着我们是要将长期股权投资调整成权益法 在调权益法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对子公司的净利润 去做调整 调完的净利润是5700 以5700再乘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并进入到投资收益里 由于尼子公司当年又实现了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此时要按照份额去确认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由于在这笔调整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部分不该有的投资收益 所以紧接着我们需要把这个投资收益给它抵掉 前面大家写了 在抵这部分投资收益的过程当中 带出来了一个年末未分配利润 这年末未分配利润 就是我在去抵子公司权益和母公司 长投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那我们来理一理啊 股本不变 因为本期没有新发行股票 本期发行股票的是母公司 可不是子公司啊 所以子公司的股本是没变的 然后资本公积 原有是5000 那由于它的一项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导致它增加了15000 其他综合收益是当期它实现的 盈余公积你要么是从提干当中直接拿到 要么呢是用期初再加上它本期计题 两者计算结果一样 年末未分配利润 是在咱们刚才抵掉投资收益的过程当中 给它直接倒挤出来的一个金额 是14100 商誉的价值是2000 代方代计长期5000投资 那这就是你经过权益法调整之后的 在核报当中抵消前的54020 就是用5万再加上3420 再加上一个600 最后倒挤出来少数股东权益 这少数股东权益正好是上边这一图 不含商誉再乘以40% 乘以个40% 好 那接着就是抵消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咱们说了从类型上来讲 它是存货到固定资产的交易 所以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要体现为固定资产 由于在核报当中认可的这项固定资产的价值是2000 所以实际上在各报是多提折旧了 我要在核报当中给它转回 然后呢 由这项交易又产生了相应的债权和债务关系 我要把债权和债务给它做抵消 以及与之相关的减值也要做抵消处理 好 这是第二个小问 那再来看第三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呢是让你编制与年初未分配利润相关的一些调整或抵消分路 那我们来看吧 与年初未分配利润相关的 首先内部交易这块有吧 你是需要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都给它替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然后上一年度所计题的折旧呢 管理费用也要给它替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所以这两笔没啥难度 本年这个固定资产在继续使用 所以你依然要去考虑它折旧在核报当中的一个调整问题 当年是整年嘛 所以你折旧应该是按照整年去计题 500除以10 除此之外上一年度你对这笔应收账款计题的坏账本年还没有收回来呢 对吧 债权都没有收回来呢 所以这笔坏账在当年度要继续确认 只不过要把信用减值损失给它替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第三问也没啥难度啊 那我们来看第四问 第四问是有难度的 它主要呢是在考核各位同学商誉的减值 那我们都知道商誉呢 它要结合它所在的资产组来进行减值测试 因为它本身是不具备可辨认性的 那再去结合它所在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 要去比较这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往往都是已知条件 你不需要额外的去费力去计算 关键就在于它这个账面价值咋求 账面价值在进行计算的过程当中 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你不能直接拿它账面上的一个价值去算 因为商誉它是形成于非同控 如果这个非同控的子公司 它从最开始购买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你在集团认可的那个价值都不同 那么后续你一定是以集团认可的那个价值 持续计算相关的子公司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以这块啊 大家一定要能够理顺 不能直接比77200和92000 必须是按照购买日那天 以公司净资产评估后的价值 8个亿 以它为基准 考虑它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净资产的变动 然后进而呢去确定 它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吧 在2022年度我们要比较的是它的可收回金额 提干的已知条件是92000 还有呢 它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必须要进行持续计算 而且需要考虑它可辨认的部分 和不可辨认的部分 不可辨认的部分 这要题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啊 就是商誉嘛 商誉是2000 但这2000只是归属于你母公司的 60%的部分 所以我要给它还原成完全商誉 除以60% 算完这个数之后 你会发现它不整 是不是啊 是3333.33 别看到这个数就害怕了啊 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的 来那可辨认净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咋算呀 我们说了 是从购买日那天开始持续计算 购买日那天 它的价值是8000 8万 然后呢 在2021年 它是不是实现了一个净利润 是6000 但是我们说了 在集团层面 是这6000我都认了吗 可不是啊 我要干嘛呀 我是不是基于相应的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我调减了300呀 所以对于你 以公司所在2021年实现的净利润 我并没有完全认可你6000万 而是认 6000 减掉 一个300 但光减300不行 你还要想着这里边有内部交易的事呢 正常来讲我们说了 如果去将长期股权投资调整成权益法的时候 是不需要考虑内部交易的影响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不是在调长头啊 是在算你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净资产的价值 所以别管你是因为评估增值所导致的 还是说你因为后续的内部交易所导致的 只要是对你子公司的净资产产生影响 你就得调 你就得调 所以第二处调整是谁呢 就是当年内部交易当中 我子公司从母公司那里面买了一台设备 对吧 当时我子公司是按照2500万 除以10年再乘以1分之1 计题的折旧 计题的125 但你说了集团层面 我这个资产压根就不值2500 而是值2000 所以你集团想要的一个折旧金额 只有100万 所以当时咱们在对这笔内部交易 在2021年做相的调整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么一笔分落 借固定资产25 带管理费用25 那经过这笔调整 实际上在集团 也就是合并报表当中 所认可的子公司的净利润 它又多了25 是不是 因为带记了一个管理费用吗 这个资产是在你子公司这里边在用呢 所以它的折旧影响的是你子公司的净利润 既然你子公司的净利润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那也就意味着 后续再去计算它的净资产的时候 需要考虑这部分的影响 所以再去计算 它2021年净利润的时候 是用600减掉一个300之后 还要再加上一个25 这回知道这25咋来的吧 是由于内部交易所产生的 只要记住 只要是你相关的交易 对子公司的净利润产生影响 那么在计算 它的持续计算净资产的价值的时候 就得把这部分金额给它考虑进去 好这是2021年与净利润相关的 然2021年是不是还实现了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其他综合收益也是属于你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 所以要把这一部分也给它加上 1000 所以这一坨 是2021年 所实现的净资产的变动 那22年是不是一样啊 22年首先你这块有一个净利润 5000 但是结合相应的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我们也是要调减300的 是不是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1万5 每年需要调减的利润都是300 因为我对它补提了300万的折旧嘛 补提了300万的摊销 所以这块我要再减掉一个300 除此之外呢 内部交易的那项固定资产是不是还在呀 那你到下一年的时候 看好后面 第三问 这块 在2022年对这项内部交易所形成的固定资产 我们是不是又在对其补提折旧 在核报当中 与它相关的折旧 给它做了一部分转回 当时21年是半年转了25 22年是一年我要转50嘛 所以转回这50 又会导致你子公司的净利润增加50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应当是用5000减掉一个300 然后再加上50 前边加了一个25 后边加了一个50 你得知道这两个数是咋来的 然后呢 2022年人家又实现了其他综合收益 有200 所以经过子公司这样持续计算下来的 它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绝对不是77,200 比77,200多多了 你购买日那天都是8万 你就想想后续期间 怎么可能比这个8万还低呢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应该是用8万再加上57 加上一个25 再加上一个1000 再加上一个47 加50 再加200 算完之后应该是91675万元 91675 那现在我们想要的比较对象都来了 可收为金额是9万2 账面价值可辨认的部分是91675 不可辨认的部分是3333.33 好了 加到一起比吧 两者加到一起之后 你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95008.33 这个金额是大于 它的可收为金额的 所以资产组减值了 那你减值的金额是多少 那就用95008.33 减掉它的可收为金额 9万2 算完之后是3008.33 这个金额是不是还是比商誉的 整体价值要小呀 所以此时我们是直接冲商誉就行了 再去冲减商誉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得考虑在母公司和少数股东之间来进行分摊 所以你母公司应该分摊的商誉减值金额是3008.33 再乘以母公司的持股比例60% 算完之后应该是1805 是一个约等于的数 1805万元 这是整个和商誉减值相关的计算问题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答案的部分 这里面一定要强调是以公司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持续计算过程当中 不仅仅要去考虑相关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条件 每年都是要调减300 还要去考虑基于这项内部交易 对子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一个是转回25万的折旧 一个是转回50万的折旧 那最后算完的 它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91675 用91675再加上完全的商誉 3333.33和可收回金额92000去比 发现减值 减值之后 这个金额是小于完全商誉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在母公司的商誉价值 和少数股东商誉的价值之间来经分摊 确认的减值损失是1805 由于商誉 它是在核报当中去确认的减值 所以代方啊 你不能代替商誉减值准备 我们在核报所做的一系列的处理 都是要用报表项目的 所以它要代的是商誉这个项目啊 商誉这个项目 这个问题 如果有些同学啊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 它类似 上一个问题 咱们也是在核报当中需要考虑 子公司资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净资产的价值 进而去确定处置股权 我们在核报当中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 这个题不也一样吗 主不过考法不一样 但是它的核心关键点都在那一个地方 那怎么办啊 还是给大家四个字 量力而行 看看自己能不能算明白 算不明白的话 这一分 这二分咱不要也罢 对吧 你跟这二分 杠了一天两天 让自己极其郁闷 你犯不上 没必要 因为这个问题啊 就关于合并槽 报表的特殊交易 增资比较简单 考察的频率也比较高 减资它相对来说 考评比较低 分值大概也就是二到四分 所以自己可以去合理评估一下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 然后做出相应的选择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很简单了 是吧 千万千万别说 看到第四问 我第五问 我连看都不看了 整个题都放弃 不行 第五问 首先要去明确 你销售退回是属于日后调整事项 除此之外 你去购买子公司 处置子公司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等等 这一系列的都应该作为非调整事项 那调整事项 你是需要去考虑 对相应的报表项目 去做出相应的调整的 但是非调整事项 如果这个事情比较重大的话 需要进行相应的披露 最后一问 大概是在二分左右 没有啥难度 这二分咱得拿 好了 那到现在为止呢 第42题也给大家说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第44题 第44题 我先要在最开始 跟各位同学说一句话 就是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这四个字 在本节课上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这个题的考啥 考反应购买 我记得之前给同学们去做答疑的时候 就有同学问 说老师 今年你觉得还会不会出反应购买 我结合我的经验 包括目前的这些实物热点来讲 反应购买在今年出现大提的概率 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你说反应购买在历史年度考没考过 考过 16年就考过 而且我告诉你 16年不仅咱会计考反应购买 你们经济法也考 原因就在于16年 它顺风 借合上市了 借合上市来讲 它就和咱们会计当中所说的反应购买是相关的 和你们经济法当中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是相关的 所以它是结合这样的一个实物背景做的考察 2022年据考生反馈也考过 所以2023年再考它的概率不是很高了 原因就在于反应购买 从近些年的实物角度上来讲 它出现的频率也比较低 所以大家先记住四个字量力而行 这给大家从实物和理论的角度来去说一下这要题 你究竟是舍还是得 但是如果有些同学偏说我要努努力 你会发现哪怕这要题16分 你也不至于一分都得不到的 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前几个问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看这条题 它的考察 先来看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合并前 丙公司丁公司分别持有乙公司80%和20%的股权 假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第二假公司和乙公司均按照年度净利润的10% 既提法定营业公积 不既提任意营业公积 企业合并之后 假公司和乙公司没有向股东分配利润 第三 假公司和乙公司适用的企业所的税税率均为25% 假公司以换股方式购买乙公司80%股权的交易 适用特殊税务处理规定 即收购企业 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基础保持不变 假公司和乙公司合并前的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技术基础相同 不存在其他未确认暂人性差异所得税影响的事项 假公司和乙公司预计未来年度均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可抵扣暂人性差异 除所得税外 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相关税费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实际上就告诉你 它涉及到的这个免税合并的情形 即使你商誉在初始确认出现了税块差异 我也是可以考虑不确认DN所得税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求 第一 让你根据资料一资料二及其他相关资料 判断该项企业合并的类型 及会计上的购买方和被购买方 第二 根据资料一资料二及其他相关资料 确定该项企业合并的购买日或合并日 并说明理由 第三 根据资料一资料二及其他相关资料 计算假公司取得乙公司80%的投资成本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路 就假如说你有一点点的反向购买的基础 这三个问题一点难度都没有 第四 根据资料一资料二及其他相关资料 计算该项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和商誉 第五 根据资料一资料二及其他相关资料 计算假公司购买日或合并日 合并资产贷表中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地言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由于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猎报金额 第六 根据资料三 编制假公司2023年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的抵消分路 第六问是最简单的 涉及到内部交易的抵消问题 由于在其他资料当中告诉你 咱谁和谁之间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道题所涉及到的合并 也是属于非同共价的合并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业务资料 假公司是境内的上市公司 专门从事能源生产业务 2023年假公司发生了企业合并 及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 2023年2月20日 假公司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以换股方式 购买专门从事新能源开发业务的 以公司80%股权的议案 从行善来讲是假想要去买以80% 2023年3月10号 假公司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丙公司各自内部决策机构 批准了该项交易方案 2023年6月18日 证券监管机构核准了假公司 以换股方式购买以公司80%股权的方案 2023年6月30日 假公司以3比1的比例 向丙公司发行6000万股 普通股 取得以公司80%的股权 假公司一共是发行了6000万股 有关股份登记和股东变更手续 于当日完成 同日假公司以公司的董事会 进行了改选 丙公司开始控制假公司 看起来 原来他们的股权关系图是啥样的呢 是我 丙 去控制以 然后在这项业务完成之后 名义上是我假公司想要去取得你乙公司的控制权 但是由于我假公司向丙公司 就是乙公司的原控股东去发行股份 导致丙公司持有我假公司的股数超过半数了 所以此时这层股权关系图变成啥了呢 是丙 控制假 然后假呢又进一步控制以 那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一层逻辑关系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假公司以公司普通股 每股面值都是1元 2023年6月30日 假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每股3元 以公司普通股的供应价值是每股9元 假的股票 没有以个的股票 之前 2023年7月16日 假公司支付为实施上述换股合并而发生的 会计师 律师 评估师等相关费用350万 支付财务顾问费是1200万 那别管你是哪一些相关费用 只要不是核武股票发行的 那基于企业合并所产生的 我就要把它记录到当期损益 管理费用里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吧 本题当中它的购买日是哪天 虽然前面给了你很多很多的日期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购买日应当确定为 2023年的6月30日 原因就在于这一天 丙公司 他才开始控制假公司 然后假公司开始控制已公司 所以我们所确定的购买日 应该是6月30号 前边的那几天没有用 资料二 假公司已公司资产负债等情况如下 2023年6月30日 假公司账面资产总额是17200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4500万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是1500 账面负债总额是9000万 账面所有者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金额是8200万元 其中 股本是5000 资本公积1200 盈余公积600 未分配利润是1400 2023年6月30日 假公司除一项无形资产之外 其他资产负债的固定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同 该无形资产为一项商标权 账面价值是1000万 固定价值是3000万 按直线法摊销 预计尚可使用5年 净残值是0 如果你学核报啊 学的相对来说 不要通透了 就哪怕你自己 可能最开始没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反向购买 那到资料2 你基本上也能确定 我假公司是一个被购买方 因为正常只有你 被核并方或被购买方 我才给你评估之后的公允呢 我投资方 你看看哪道题给了你 它的相关公允价值了 所以读到这儿啊 你自己可能也会稍稍有点反应的 2023年6月30日 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是34,400 其中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8000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是3500 账面负债总额是13,400 账面所有者权益 合计是21,000 其中股本是2500 资本公积是500 鱿鱼公积是1800 未分配利润是16,200 2023年6月30日 以公司除了一项固定资产之外 其他资产负债的供应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是相同的 该固定资产是一栋办公楼 账面价值是3500 供应价值是6000 按年限平均法来集体折旧 预计尚可使用 年限是20年 预计正残值是0 因为在这项教育当中 我假公司也取得了 以公司的控制权了 所以此时 我们要对以公司的相关资产 进行相应的评估 好 第三 2023年12月20日 假公司向以公司销售一批产品 销售价格是100万元 成本是80万 款项已收取 截至到2023年12月31日 以公司确认假公司购入产品 以对外出售50% 其余50%形成存货 那好啊 我们为了帮助大家去梳理反向购买 我们来看一看 结合前面的问题 再结合后面的答案 来去分析本题 首先第一个 让你去确定合并类型 既然人家提干当中都明确说明 说让你去确定会计上的购买方和被购买方 那你基本上可以锁定 它是反向购买 要不然的话 我们也不会啊 专门去问一下 说我会计上应该认定谁是投资方 谁是被投资方 所以你要达到合并类型 不是同控而非同控 而是反向购买 那会计上的购买方呢 实际上是乙公司 再说的直白一点 是你乙公司原控股股东 丙公司在控制假 对吧 但你得答是乙公司 被购买方呢 是假公司 为啥呢 原因就在于啊 你看假公司 它发行的股数 是六千万股 然后结合 你购买日那天 假公司它原有的股数 是五千 美股面值是一元嘛 那也就证明你的股数 就和你的股本金额是一样的 那你看 假公司通过这样的发行之后 它新增的股数 也就是归乙公司的控股股东 丙公司所有的是六千万股 然后呢 它现在总的股数是六千 再加五千 你经过这么计算之后 得到的 这个股权比例 是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五 也就意味着 乙公司的原股东 丙公司 现在持有你假公司的股权 比例是超过半数的了 既然超过半数 你形式上 是我假在去取得你乙公司的控制权 但是实质上 你被乙公司的原控股东 丙公司所控制了 所以此时 我们要构成反向购买 那构成反应购买 好 这是第一小问 第二小问 也没啥难度 购买日哪天 因为在六月三十号 假公司 对乙公司 他的董事会进行相应的改选 所以此时呢 是证明我取得了相应的控制权的 所以我要以 二零二三年的六月三十日 作为购买日 那第三 让你去计算 假买乙的投资成本 假买乙 从形式上来看 我一共是发行了六千万股 提干当中也告诉你了 我假公司 美股 他的股票价格 十三块 所以我所确定的和平成本 那就应该是用 六千 再乘以三 得到的是一万八 那通过发行普通股的形式 去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应该编制的会计分路 是借长期股权投资一万八 带股本六千 再带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一万二 然后呢 你支付了一系列的 与取得股权相关的费用 其中有三百五和一千二 那这个费用 当时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它应该是直接进入到 当期损益的 不能够充减资本攻击 也不能够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所以是借管理费用 1550 带银行存款 1550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问 从第四问开始呢 大家就可以选择性的听了 因为这块开始就涉到 反向贡买 去确定合并成本 那个比较复杂的比例关系了 而且这要题还复杂在哪呢 就是原来乙公司的股东 丙公司 它持有乙公司的股权 并不是百分之百 就和咱们教材那个题吧 还多多少少有点不同 所以在进行换算的时候 它的难度就更大了 所以我说了 这块可以有选择性的 去听 包括你整个题都可以选做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了这项业务的本质呢 是丙和乙 这个整体去购买 假 它的股权 那我现在就得去想 我丙和乙 这个整体 再去购买 假公司 结合咱们第一问 所算出来的那个持有比例 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五 是不是 在股权的过程当中 我乙公司需要支付的对价是多少 之前啊 咱们是知道我花了多少钱 想有多少股数 以及股份的份额是多少 现在不是 现在我知道 我持有你的股权比例 但是呢 我得去算一下 我的合并成本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是乙公司 通过发行普通股的形式 来进行计算的 来进行确定 所以此时 我们得啊 去考虑 我乙公司 得向你假公司 原股东 发行多少股数的时候 才能够恰好取得你 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五的股权呢 好 那来吧 假定 我乙公司 需要发行的 数量 是X股 然后呢 乙公司 它这个股数 它实际上 现在已经有两方在所有了 一方是归 假公司 名义上的 所有 另外一方呢 是它自己 所新发的 因为乙公司 它是要向 假公司的原股东 去经发行嘛 所以它新发的 这部分股份 实际上是给 假公司原股东的 好了 新发的是X股 然后呢 乙公司原有的股数 多少 2500万 是不是 提干当中给你了 这2500万股当中 是归丙所有的 但是丙呢 只有80%股份 在资料一当中告诉你 它只有80%的股份 所以此时 我们可以把乙公司 它的股份 作为两部分拆分 一部分是归 丙所有的 一部分呢 是归假公司 它的原股东 所有 然后我们现在又要保证 我丙公司持有 假公司的股权比例 是54.55% 所以此时 丙所持有的股数 比上 乙公司 它整体的股数 应该保证 这个比例 是54.55% 经过这样的计算之后 你看啊 丙公司的股数 因为只持有80%嘛 所以丙公司 所持有的股数 那就是2000 然后下面应该是2000 再加上一个X 通过这样的计算 得到的是 54.55% 进而解除X 我们能够计算出来 我以再去取得 假公司的控制权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发行的股数 实际上应当是 1666.36万股 1666.36万股 然后由于我以公司 它的美股 价格是9块 所以我此时确定的 合并成本 应该是14997.24 14997.24 那再去计算商誉的时候 怎么去算呀 应该是用你的合并成本 14997.24 减去 子公司 净资产 它的 供应价的份额 本题当中 实质上的 以 这个子公司 假 它是有评估增值的 一项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 并且它评估增值的金额呢 是2000 原来是1000 现在变成3000了 评估增值2000 但是本题需要考虑 所得税 是不是 所以你再去考虑 评估增值之后 净资产的价值的时候 你得把这个税给它剃掉 咱们前面还是看到过类似的客观题的 所以 假公司作为被购买方 它的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应该是用8200 是它上面的 加上评估增值的 减去评估增值所得税的影响 算完之后 这个商誉是5297.24 这一块 关于后面这个比例换算的问题 有提示 大家记住四个字 量力而行 因为即使它在考试的时候 出现反向购买一个大题 它也不可能说16分 都在考你反应购买 肯定会夹杂一些 能够让你得分的 至少是能够让你得6到8分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自己做好相应的 时间分配和安排 那第五个是考你猎豹 在进行猎豹的时候 大家需要去注意 它的一个总原则 资产 应该是用 会计上的购买方的账面 加上被购买方的 公允 也就是假的 以的账面 加上假的公允 那负债也是一样 资产和负债啊 在进行确定 它的报表列报金额的时候 都应该是用 以这个购买方的账面 再加上假这个被购买方的公允 然后所有者权益呢 应该只体现你 购买方 以的权益 而且大家需要去注意 最后我们去披露的时候 实际上 你丙公司的身份来进行披露 而我丙公司只持有 以公司80%的股权 所以再去考虑 对以公司权益的确认的时候 得考虑这80%的份额 那我们来看 固定资产的列报金额 固定资产的列报金额 应该是用 以的账面 加上假的公允 以的账面 固定资产是8000 假的公允呢 和它的账面相等 是4500 所以应该是用8000 加4500 然后无形资产 大家需要去注意 假公司 它是有相应的评估增值的 评估增值是2000 所以应该是在 它原有账面的1500的基础上 再加上 评估增值的2000 然后加上 以公司的账面价值 3500 对应了电眼所得税负债 是基于假公司 这个备购买方 相应的 无形资产 评估增值所导致的 有500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猎豹的都是 以公司那边它的价值 并且要考虑 它真正的最终控制方的 持股比例80% 所以猎豹的金额 分别是1440和12960 那最后一个 是关于内部交易的抵消 这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只不过这条题 睡到睡了 那我们回来看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当中 是假向乙去销售一批产品 假它实际上是属于 被购买方 然后向乙公司去销售 它的购买方去进行销售 实际上呢 这是属于一种逆流交易 但是在反向购买当中 我们所做的这个交易 在进行判断的时候 还是要去结合 这个形式来做分析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考虑 这个少数股东的问题 所以在进行相应的 内部交易抵消的过程当中 应当是抵收入 借营业收入 100 然后呢 带营业成本 再带存货 存货的金额 就应该是用你内部的毛利 也就是20 再乘以内部的留存比例 10 所以抵消掉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存益的金额 是10万 你分开写也行啊 接着我们去考虑 对地安所得税的影响 首先需要去分析 这批存货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呀 它的账面价值 应当是属于 在集团内所认可的 剩余存货 它那部分价值 那也就是80 再乘以 50% 得到的是40万元 计税基础呢 是购买方那边 它的计税基础 你买来是花了100万去买的 还剩下50% 所以计税基础是50万 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 形成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要就这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所以有一个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2.5 贷所得税费用2.5 这个最后一个 关于内部交易的抵消 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这要题呢 实际上就是2016年 考察到的那道真题 所以在最后最后啊 我还是需要向各位同学 去说一下 合并曹报的这张 你初学的时候 确实比较难 但是它要相对于 像什么金融工具啊 收入这些章节都好拿分 因为你会发现 它有很多模式化 流程化的东西在里面 你只要把它记住了 你就能够得到 像样的分支 除此之外 不要看到一个 比较新的业务 你就全盘放弃 你会发现 咱们所看到这些题 每一个问当中 肯定会有一些 比较恶心人的 但是其他的问 你在做的时候 你只要稍稍一努力 稍稍一用功 可能这个分就能拿到了 马上啊 离咱们考试 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啊 能够把你的时间和精力 放到更加 有用的 更加高效的知识点的备考上 反向购买 四个字 量力而行 能听懂多少 就听懂多少 听不懂 咱也别跟他去 浪费那个时间和精力了 那到现在为止呢 咱们合并曹报表这张的习题 就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那我希望各位同学啊 在咱们合并曹报表这张 不仅仅是学到相关的专业 更重要的呢 是要学会舍得 因为有一些东西 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去放弃的 然后呢 用这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一些更为有用的知识点 那好了 本章的习题呢 就为大家先说到这里 预祝各位同学在2023年 都能够顺利通过 出海会计科目 加油哦